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529章 立国立民 东场大荡头张熙 此刻也是一头雾水 看不透啊 他自不敢怠慢 匆忙给宫里传消息 刘建昨夜没有职业 他年纪大 也是一清早起来 漫不经心洗手之后 试过糕点 去先喝几口茶 定定神 他心情还不算坏 因为年纪大 天气又寒 所以陛下特命他可以晚一些去当职 当今陛下对臣子确实是无话可说 刘建在喝过两盏茶之后 望着窗外 光秃秃的树 阴沉沉的天 不禁心中一须 天寒地冻 万物皆休啊 他不喜欢寒冬腊月 想来这天下人都不喜欢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 再过些日子 还要下雪了吧 到了那时 若是引发了血灾 还不知冻死多少人和畜生呢 说着便起身 这时候刘洁就是来了 见了刘洁 刘建显得很高兴 眉角轻轻扬了起来 小呵呵地开口说 自找啊 今日还没去雪里啊 现在功课如何了 马上要春围了 要争口气啊 他对自己的儿子 是满怀着希望 洪志十六年的春围 就要开始 一旦高中 刘建便算是 真正有了接班人 此生也就没啥好仇的了 刘洁看了父亲一眼 宣吉便恭顺地说 天气越来越寒冷 儿子给您支了一件衣衫 啥 刘建以为自己听错了 双眸不禁眨了眨 目光里略过错 他记得 当初 其实他背地里 还偷偷笑过太子殿下的 看看陛下多生气啊 太子殿下不省心呢 居然成日在做那女工 那是太子殿下该做的事情吗 太子殿下这样不是该打吗 可是 现在自己的儿子 也跟着太子殿下学了 这可是女人才做的事情 自己的儿子怎么能学呢 刘建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只留下最后一抹 面上亲手残余的在脸上 他深深皱眉 突然说 你莫要忘了 你的正眼是什么 你竟还做女工 谁让你做的 这人缺得不缺得呀 这啥意思 我儿子堂堂正正的男儿 刘建见刘建很激动 不禁开口解释说 这是施工的教诲 让咱们这些人读书闲暇之余 之一 儿子在想啊 既如此 父皇每日要去上职 天气越来越寒 父亲穿着去上职 也是好的 刘建气得蹊跷生烟 直至刘建破口大骂 老夫不要穿什么衣 老夫要的是你金帮提名 你这个逆子 老夫就是冻死 又有什么妨碍 刘建却是败下 双手捧着毛衣 很是公顺的说 还请父亲穿来 再去当吃吧 刘建真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去西山书院学习 他这个做父亲的是认可的 可人去了西山 只认师公和恩师 做爹的教诲 却被丢到九霄云外 这 刘建气急败坏 老脸仗的通红 你怎么也 唉 叹息之后 有些想跺脚 至于刘杰的衣物 毛茸茸的 有些罕见 这是衣吗 他终究和皇帝不同 皇帝对儿子严苛的厉害 而刘建 那是内阁首辅 难道要抡起手揍儿子 闹个鸡飞狗跳吗 他自觉 自己是一个有涵养的人 于是 深吸一口气 无奈地开口 来吧 为父试一试 他亲自脱下自己的官府 里头是一件骄子 再将骄子脱了 露出礼仪 刘杰上前 给刘建亲自套上 只是 有些尴尬的事 刘建脑袋比较大 而毛衣领口本就小 领口卡在脑袋上 刘建感觉自觉窒息了 不禁越发难受喘息起来 哎呀 脑袋脑袋 轻点 哎呀 乱了老夫的发迹 哎呀 我乱了发迹呀 刘杰急得满头大汗呢 用劲不是 不用劲又不是 刘建的眼睛 被这毛茸茸的毛衣给罩着 相当于被人套头给套住了 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半 好不容易领口套了进去 刘建脸露了出来 这脸通红的 面上露出的是死灰之色 无奈地说 天王我爷 刘建给他盲事将毛衣穿好了 这一穿 身子觉得有些疙瘩 刘建上下看了看自己 鼻子轻轻一颤 忍不住说 这衣服有些紧呢 刘建看着自己的父亲 被毛衣裹得紧紧的 很是不习惯 不舒服的样子 心中也有几分不好受啊 却是开口安慰说 师公说习惯了就不紧了 就会舒服很多 爹 可还觉得冷吗 刘建憋了很久 才吐出一个字 热 方才穿衣的时候 命都快没了 惊得一身的汗 屋里又有暖盆 烧红的无烟煤 热气腾腾的 再加上这毛衣一穿 便感觉热得厉害 刘建活动了一下筋骨 似乎感觉比初始好了一些 他忍不住 走出屋子 外头凉风嗖嗖的 可这上身竟是一点都不感觉冷暗 倒是下身却突然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从前不觉得或许是这毛衣太热乎的缘故 这一对比 高下立攀 竟还真有寒呢 刘建站在屋檐之下 依旧还觉得热乎 慢慢的觉得面上和手上 也不似从前那般的寒了 走了几步 回头看了刘杰一眼 这就是你们的女工 刘杰寒手 父亲 制衣便是制衣 怎么就成女工了呀 这是儿子孝敬父亲的心意 是怕父亲冬日受寒 这才花了足足半月时间 学着制来的 刘建一下子舒坦了 不但身上暖和 心中也是暖和 是啊 国朝以孝之天下 孝乃大义 其他的都是旁之末见 真暖和呀 这东西一定迷费不少吧 不贵 刘杰老实芭蕉的样子 也就两斤毛线的事 一斤毛线才几十文钱而已 总共加起来 两百文都不用 什么 刘杰目瞪口呆看着刘杰 身为内阁首府大学士 他是极具敏感度的 这东西就算卖个 三五两银子都不稀奇 甚至如此稀罕物 便是十两二十两 也都是正常 问题在于 他的价格 居然低到百文上下 这一百文 即便是寻常百姓 也是勉强可以用得起的 相比于价格高昂的皮货 动辄就是几两银子 甚至几十两银子 这若是人人都穿一件这个 多少人出门在外 不必担心风寒呢 他脸色战红 感觉身体愈发热气腾腾 这油漆暖和的衣服 仿佛源源不断地 给他身体里带来热量 古人其实比较耐寒 毕竟那个时代 没有空调 没有暖气 甚至预寒的衣物 也是少得可怜 人会渐渐适应寒冷天气 这和后世不一样 后世的人习惯养尊处优 穿着毛衣也没什么感觉 总觉得手脚冰冷 刘剑嘻嘻想了一会儿 便很深认真地追问刘剑 你说的线有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施工在西山搭了一个租房 现在能日产千斤 不过往后的目的 却是万斤十万斤 刘剑眼睛亮了 这个家伙呀 廉价 欲寒 大规模的供应 只有这三样 才是真正的改善民生 尿堂诸公和读书人 最反对的 乃是奢侈浪费 哪怕你东西再好 再精致 对于儒家而言 也是极力抵制的 他们认为这是奇巧银技 可这样的织物就不同了 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救活多少出门在外的人 偏偏他的价格 竟还低得让人发指 刘剑喝出一口白气 很是满意地朝刘姐点头 义父 为父收了 你赶紧去书院读书吧 他心思已经开始活络了 匆匆去了毛衣外头 套了自己的官服 预备入宫了 刘姐也松了口气 赶紧回到自己书斋 抽出一张纸 纸上是一道题 吴为家父穿毛衣 嗯 现在这个题终究可以做了 他提笔 笔走龙蛇 将方才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 接着说了自己的感悟 无非是养育之恩之类 很好 他一起呵成之后 隔了笔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 这样子 布置的功课 便算是完成了 完美啊 诸后赵大清早 本要去给东士 谁料 宫里来人 请他入宫了 诸后赵已许久 不曾被父皇召见了 这么久没见 他差点忘了 自己竟还有个爹 可是一听到父皇召唤 诸后赵便有一种 不妙的感觉 自己的父皇喜怒无常 他的心思揣摩不透 绝不知是何事 叫都叫上门来了 他心中一万个不乐意 却哪里敢怠慢 只得乖乖成心 洪志皇帝在暖阁里 眯着眼 这是私人恩怨 天家父子之间的事情 当然是越少人知道 越好了 因而他已在软垫上 身子微轻 脑海里想着太子 做女工时候的情景 他面上没有丝毫表情 只沉默着 沉默了很久 却在此时 有小宦官在外头探头探脑 宵敬感觉 自己几乎要窒息了 故意假装自己 没有看到那个小宦官 洪志皇帝却淡淡地说 去问问看 什么事 是 小静这才乖乖喊手 出去 站在暖阁的眼下 冷然看着这个小宦官 说 合适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